科技11月22日音讯 全球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一项数据监测 让科学家不得不发公告警 据悉 近日地球温度短暂地超越了科学家 不断正告的一个关键预值 这可能对地球及其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的 不可逆转的影响 从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效劳中心副主任 分享的初步数据显现 上周五全球均匀气温 初次比西方工业反动以前的1850年 至1900年间均匀程度高2.07摄氏度 这也是有记载以来 全球单日均匀气温升温程度 初次打破2摄氏度 不止如此 就在本月18日 全球均匀气温升温程度 同样超越2摄氏度 到达2.06摄氏度左右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 编辑接连两日超越升温戒备线 真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意味着地球的气候会逐步向极端化开展 科学家指出 地球升温打破2摄氏度 将使更多的人口 面临致命极端天气的风险 并增加了地球到达 不可逆转的临界点的可能性 例如极地冰盖的解体 和珊瑚礁的大范围死亡 当地时间本月20日 结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布了年度重磅报告 报告指出 到2030年 全球恐将升温2.5至2.9摄氏度 即使是十分悲观的状况下 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的可能性 也十分小 在未来几年中 全球长期升温幅度 有望突破1.5度 科学家们表示 超过这一预值 人类和生态系统将难以适应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编辑 联合国周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 即使各国履行其当前的减排承诺 本世纪某个时候 全球升温幅度 也将达到2.5至2.9度 但1.5度并不是结束 升温每超过1度 影响就会越严重 升温到2度 将使更多的人口面临致命极端天气的风险 并增加地球达到不可逆转的临界点的可能性 如极地冰原的崩塌 和珊瑚礁的大量死亡 这些数据发布前 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2个月 另外 气候危机加剧的一年里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包括夏威夷大火 非洲北部洪水和地中海风暴 所有这些事件都夺去了生命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对气温数据超出他们的预测 表示震惊 最近几周 一连串关于地球气候健康状况 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报告显示 地球正朝着危险的升温水平 急速前进 而在减缓或适应其影响方面 却做得不够 而在10月初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 戈白尼气候变化效劳局表示 2023年可能成为 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 对 减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